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书时光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老家有条规矩 女孩不能参加高考 除非她在高考前被人破了身子 这不是什么封建迷信 而是因为老家实在太穷了 村子在一座偏远的大山里 因为穷,没有女人愿意嫁进来 村里的人为了传宗接代 害怕女孩出去了不再回来 便出此下策 被破了身子的女孩就是有夫之妇 如果她真的背叛村子不再回来 夫家就会找到女孩的所在 把她的丑事宣扬出去 让她无法在外面做人 那年,读了书又高考适龄的女孩 只有我和闺蜜两个 这也意味着 我们不得不选择的时候到了 距离高考还有一个月的时候 村里派人来到我们学校 学校里高三的学生 大部分都回家复习了 整层的高三宿舍 只剩我跟同村的方晓诺两个人 今天是我们留在这里的最后一天 也可能是我们出现在这个学校的最后一天 我们奢侈地花了一下午时间回忆我们的过往 来纪念 我们可能戛然而止的学生生涯 方晓诺与我同龄 是我从小最好的朋友 不知道是不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关系 我跟他不仅兴趣相投 长得也很像 学校里的人甚至问我们是不是亲姐妹 我们每次都咯咯直笑 现在回想起来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村子虽然愚昧闭塞 但依然给我们留下了读书的机会 村里的大部分孩子 读完初中 便停止了学业 男孩回村务农 或者外出打工 女孩则留在村里 一边帮着家里干活 一边等待被安排婆家 我跟小诺比较幸运 很早就知道 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 所以即使千辛万苦 也咬着牙坚持下去 索性皇天不负 我跟她的成绩都很不错 在县里上千名学生中 依然拔尖 当年我们跪在祠堂前苦苦哀求 再加上学校免了我们一切费用 我们以三年半工半读 反补村子的条件 终于换来上高中的机会 在上高中的第一天 我晚上跟小诺互相抱着 喜极而泣 命运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 让我们能看到窗外的世界 可是那扇门 却始终牢牢关着 小诺告诉我 她偷偷听到家里人跟村长说 反正女娃现在也帮不上多大忙 成家早了点 还不如在外面赚些钱 也碎了我们的心愿 至于以后嘛 到时生米煮成熟饭 就由不得我们了 我滚烫的心仿佛被丢入一个冰块 我知道 他们说的是那个规矩 为了彻底杜绝 女娃走出大山后不回去 村里不让女孩参加高考 除非女孩在高考前就找好婆家 还要被破了身子 以后这个女孩就算是有夫之妇 如果她赶不回来 夫家便会将她的丑事闹得人尽皆知 这个规矩在大城市人看来也许很愚蠢 但对于当时年幼且单纯的我们来说 简直就是很毒 所以 我跟小诺上高中后 无时不刻没在找破解的方法 我们想过求饶 想过逃跑 甚至想过报警 但都被我们一一否决 村里这么多年的规矩 不会坏在我们手上 如果一走了之 先不说去哪 以及面临的各种困难 我们这十几年寒窗努力的意义 难道只为逃出去 做个没有文凭的黑工吗 至于报警 我们不知道警察到底管不管 但好像也没有哪条法律说不让高考是有罪 这件事就像枷锁一样 深锁了我们三年 而我们在镇上待了三年 见到了未来可能的模样 更加心中坚定 一定要走出大山 活出一个人应有的样子 如今 最后的日子终于来临 是抉择的时候了 每次我们互相打气 都说总会有办法的 可是办法 真的有吗 宿管老师让我们下楼 说有人在外面等我们 我跟小诺心情沉重地夺出宿舍楼 远远看见一个熟悉的人影 竟然是宋哲哥 宋哲是村长的儿子 也是我们村现在学历最高的人 他在外面读了大专 毕业时 村长通知他 要么他带个媳妇回来 要么他回村 所有的女孩任他跳 要么村长就赶到他学校 死在他面前 村长对他的要求比其他人更严厉 其他男孩至少还有外出打工的权利 我们都知道 村长是在拿自己儿子立规矩 规矩 谁也不能破 从某种意义上说 村长也算是个尽忠职守的人 只是 有时候 愚昧比坏更可怕 至少坏人 知道自己是在作恶 最终 宋哲妥协了 回到村里 他那么有文化 都能守着这规矩 村长很欣慰 再过不了多少年 也许就把村长的位置传给他 而他这次来 也很明显 他就是我们的表率 规矩 谁都不能破 宋哲哥比我们大不了几岁 之前对我们也不错 虽然回大山已经一年多 身上依然有隐隐的书卷器 他坐在校园操场的角落 就像一个大男孩 我看到他望向周遭的一切 眼中闪着羞涩又兴奋的光 小诺坐到他的左手边 我坐在小诺身边 宋哲哥 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们怎么样 快了吧 嗯 我们都 好紧张 你们是村里最棒的学生 一定没问题的 加油 他说完 我们全都沉默了 因为 他的来意 我们其实都知道 只是心照不宣 终于 他打破沉默 那个 你们考虑好了吗 五月的晚风 已经带了暖意 却吹不走我们心头的寒霜 我注意到宋哲的手 伸开又握拳 仿佛比我们更紧张 这是他的任务 他为了村子 为了规矩 放弃了自己的未来 他 会放了我们吗 宋哲哥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小诺是个多愁善感的女孩 一说话 眼圈就红了 宋哲低着头 似乎不敢看我们的眼睛 他摇了摇头 我没办法 即使我不想 我也没法改变 不 你可以的 你是村长的儿子 你帮我们劝劝村长 我们可以保证 可以写欠条 保证以后 会回来造福村子 求求你了 小诺乌叶出来 我紧紧握着他的手 宋哲苦笑 如果规矩可以破 今天来找你们的 也不是我了 小诺扶在我的肩头 用力啜泣 有远处的人 看到我们 头来诧异的目光 我拍了拍小诺的背 轻声问宋哲 真的 没有任何希望吗 宋哲摇了摇头 深吸了一口气 我扶正了小诺 然后紧紧盯着宋哲的脸 宋哲哥 那我有一个问题 我们 可以选你吗 宋哲和小诺 同时睁大了眼睛 你说什么 宋哲似乎有些害羞 脸一下子就红了 就连小诺 也仿佛有些难以置信 虽然宋哲不错 是村子里年轻一辈中 出类拔萃的 但谁知道 未来会怎样 况且 规矩不能破 也就意味着我们将来的人生 依然被锁在那座大山里 我没有在意他们的诧异 一字一句地继续解释 如果 我 或者小诺 选择你 你愿意帮我们度过这个难关吗 将来 四年以后 也许村子就开明了 也许我们真的爱上你 与你共度余生 但至少 我们有了一次机会 能全身心地拼搏我们的未来 你 愿意帮助我们吗 沉默 三颗心脏 碰碰直跳 小诺反应过来 抹了一把眼泪 对 宋哲哥 这是现在唯一的办法 你能帮我们吗 宋哲忘了我们很久 仿佛下了什么重大决定 他点了点头 小诺再次喜极而泣 紧紧抱住我 我们有希望了 我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却并不兴奋 是的 我们有希望了 这是我三年来 想到唯一的办法 可是这办法 也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我和小诺 只能选一个 第二天 我们跟宋哲回去了 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全程 都要在村里人的眼皮底下 我们能不能再次出来 全看我们自己的决定 一夜过后 小诺不像昨晚那样兴奋 恐怕他也已经意识到 这个方法的缺陷 我们不可能再找一个 像宋哲这样的人 因为他受过高等教育 并且体会过 我们的痛苦 我们才敢赌一把 而这样的人 全村仅他一个 所以 仿佛从昨晚的那一刻起 我跟小诺间 似乎突然有了隔阂 毕竟谁都不愿自己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更不愿亲手丢掉改变命运的机会 回到村里后 我跟小诺没说什么 各自回了自己的家 晚上 村长和一众人来到我家 我的父母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是村里人与奶奶把我拉着大 客观地说 村里人待我不薄 甚至比其他女孩更加照顾 如果不是那种近似于未开化的陋习 我是真的愿意用自己未来的努力回报大家 我知道他们的来意 是想提醒我做决定的时候到了 而他们第一家就来找我 也是给了我选择的先机 当晚来了很多人 包括村长和村里几乎全部有名望的长辈 寒暄一阵后 村长几人围坐在我面前 小语 那件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该来的还是来了 我的假笑将在脸上 心脏砰砰直跳 面前是几双期盼的目光 他们心知肚明我的选择 不过想趁机为后辈们谋个姻缘 他们只是愚昧 但不傻 找个有点文化的媳妇 总是面上有光一些 我怯懦又羞涩地低下头 村长 我读了这么多年 还想试试 村长和长辈们哈哈笑起来 我就知道你这丫头有心思 你考大学 我们不反对 只是祖辈的规矩不能破 年轻这辈里 你有哪个喜欢的 我们说何说何 挑个好日子这件事成了 你也放放心心地去 村长说着 眼睛往后面扫了一圈 跟随他们一起来的 还有不少年轻人 言下之意便是让我挑选 我看了眼 更加羞红了脸 宋哲也站在人群中 默默不说话 我抿着嘴 偷偷打量他 他脸上面无表情 眼神却出卖了他的不自然 村长捕捉到我的小动作 回头看见宋哲 似乎更加高兴 你看 阿哲也是念完书 就回了村子 虽然我们有不少男娃出去打工了 但他就是不可以 因为他是我的儿子 要为了规矩以身作则 这么多年 多少村子都没了 但为什么我们能留下来 就是因为我们定下的规矩 村长激昂陈词 面上是说奉献 其实是在推销宋哲 将来宋哲一家成为村里最有文化的 他在村里说话的分量 自然更重了 我一时之间竟有一种冲动 想将宋哲的名字脱口而出 但是我克制住了 李智告诉我 不能这么自私 如果我现在说了 小诺怎么办 他被我占了先机 将命运拱手相让 还是与我公然撕破脸 抢一个男人 这都不是我愿意看到的 这件事还要从长计议 至少在我们三人的决定之后 所以我深吸一口气 村长 我刚回来 终身大事 再让我考虑一下 好吗 村长脸上闪过略微失落的神色 但我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他与几个长辈合计后 七天 再给你七天的时间 七天后就是黄道吉日 我们把事办了 村长起身 与众人慢慢夺出我家 他最后转头叮嘱了我一句 小语啊 你是聪明的孩子 要懂得抓住机会 但规矩万万不能破 你可千万别做什么傻事 让我们为难啊 我点头称是 送走了他们 宋哲跟在人群最后 给了我一个难以言说的眼神 之后两天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复习 偶尔出门 总能遇见村里人在我家不远处些凉 他们也不算盯梢 因为大山出去只有一条路 凭我一个小姑娘 几乎不可能 第二天晚上 我回村后第一次见到小诺 我们在儿时经常玩耍的小土丘 看到彼此 一愣之下 相视而笑 十几年的姐妹情义 在一笑之下 戎破尖兵 小诺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问我这两天学得累不累 我说我只想让自己累得忘记所有事情 你呢 小诺咯咯咯地笑 说我们真是心意相通 我们像小时候一样 头并头 坐在小土丘下面 沉默了一会 小诺问我 村长来找过你吧 我点了点头 他第一晚就来了 他们也来找我了 你怎么说 我忽然心里有些莫名的紧张 还能怎么说 先考虑考虑呗 也是七天 黄道吉日 你 没有说宋哲 还没说好呢 我怎么能抢 我拉住了他的手 两个人 两颗心 此刻紧紧靠在一起 哪怕不久 即将分到扬镳 天上的月亮 渐渐升到顶点 就在我们觉得 清冷准备离开的时候 小诺突然说了一句 让我心脏狂跳的话 阿语 我们逃吧 我赶紧捂住他的嘴巴 四下张望 无人之后才敢松开 你胡说什么 这样太冒险了 很可能两个人都要搭上 我们就算只有一个人能出去 也比两人一辈子困在这里好 小诺却丝毫不慌 不 我是说 一个人用老办法 一个人逃出去 留下的那人 按原计划 拿到我们的准考证 再在考场会合 大不了去警局睡两天 我就不信 他们还敢去警局抢人 小诺的条理很清晰 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 这样 我们两人都有机会 最不济 也就是跟之前一样 抓回来被责罚一下 将来 还能更糟糕不成 我沉思了一会 他说得好像并不是没有道理 如果这条路走通了 哪怕之后再大的代价 我也愿意承受 那 谁走 谁留 我问小诺 他俏皮地从地上拔了两根草 抽到短地走 长地留下 好 我回到家的时候 心里还在砰砰直跳 我抽到了长千 所以 他走 我留下 可我没心情沉浸在喜悦中 我对小诺说 要不再好好想想 不必这么冒险 小诺却很淡定地摇摇头 反正我们本来就只能保证出去一个 我拼一把 就算失败了 也没什么遗憾的 他让我赶紧回去 虽然是逃 也要想个万全之策 说不定真被我们闯出去了呢 第二天 我们又在老地方见面 小诺说 他已经有了一个办法 但是需要我 配合一下 我假装不小心受伤 因为村里没有医院 肯定会送到县里 他陪着我去医院 到时借机溜走 而我因为受伤行动不便 村里人肯定不会对我起疑 只是为了让事情更加逼真 我需要真的吃些小苦 比如崴个脚什么的 我想了想 跟他的危险比起来 我这点小伤 根本算不了什么 反正这些天都是在家复习 倒是没什么大碍 到高考前早康复了 于是我站在土坡前 一咬牙 跳了下去 啊的一声后 一阵钻心地痛从小腿传来 我坐在山坡下面 有些发猛 刚才似乎跳得有点用力 我整个人掉下土坡后 又打了几个滚 直接坠了一层山坡 好像 细眼得有些过了 望着遍体鳞伤和直不起的腿 我苦笑 但是一想到小诺即将面对的 我便安慰自己 受这点苦 算什么 小诺和寻生而来的村民 迅速找到了我 他们问我怎么回事 小诺红着眼圈说 都是他不好 两人在土坡上打闹 他一时没抓住我 竟让我掉下去了 村民们问我 还能不能起来 我试着抬了抬腿 说太痛了 动不了 他们找来一辆旅车 几人把我抬上去 然后往县城的医院赶 村子不大 这件事也很快惊动了村长 我们赶到村口的时候 他焦急地追上我们 大日子马上就要到了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我无需假装 因为疼痛 真的让我呲牙咧嘴 我说就是因为太紧张 才想放松一下 没想到 村长语气责备 却也无可奈何 掏出了点钱 让我们赶紧去医院看看 他看到小诺也跟着驴车 眉头皱了一下 按理说 我们这些日子是不能离开山村的 但他还没开口 小诺已经哭了出来 他拉着我的手 一个劲责怪自己 要不是他建议去呢 我也不会受伤 小诺的话 真假参半 却是真情流露 村长看他哭得这么伤心 也知道我们姐妹情深 便把口中的话咽了下去 倒是他身后的颂折 皱着眉头 眼神异味深长 顾不了这么多了 我真怕过一会 伤没那么痛了 会露馅 于是我讲好了几声 催人快走 一路上都很顺利 赶了小半天之后 再距离高考 还有大半个月的日子 我们终于 离开了村子 我将自己这么多年 偷偷攒下的私房钱 装在一个小包里 到了医院 人一下子多了起来 村民们把我抬到急救室 然后忙着去挂号 找医生 趁着人不注意 我悄悄把包塞到小诺手里 走 我小声对他说 小诺泪眼朦胧地看了我一眼 点了点头 转身消失在人群之中 村民很快回来了 他们带来了医生 而且似乎没有留意到小诺的离开 我也不敢提 头埋得很低 心跳得很快 希望他能快点 找到个安身之所吧 这时 一阵刺痛从我的腿上传来 我尖叫着抬起头 才对上周围几双严峻的目光 骨折了 需要打石膏 医生简短的两句话一下子把我拉回到现实之中 不会吧 我心头大震 原本只想受点小伤 没想到弄巧成拙竟然这么严重 我立即紧张地问医生 严重吗 会不会影响高考 医生有些无奈 知道要高考还这么不小心 问题倒是不大 只是这段时间会行动不便 到时你跟学校说一声 应该不影响考试 我抿着嘴 懊悔万分 不过再想来 虽然麻烦一些 总比小诺风险小多了 而这时 村民们也想起了他 小诺那丫头呢 没见到 是不是跑去挂号那了 我刚从那边回来 没见他呀 我听着他们的讨论 再次紧张起来 几人找了一圈后 回来碰头 表示都没见到 气氛突然有些压抑 我注意到 有人投来怀疑的目光 只好赶紧抱着腿喊疼 幸好 他们问了我几句 就没再多说 我们在医院等了很久 起先我不知道 他们在等什么 直到村长一行人的出现 我意识到 他们怕是猜到了小诺的逃跑 村长眼神非常严厉地盯着我 方小诺去哪了 我 我不知道 他之前说出去看看医生来没 就没回来 村长盯了我很久 我连大气都不敢出 疼痛与紧张的汗水 从额头流下 他的目光从我脸上 移到我打着石膏的腿 或许 因为我确确实实受了伤 或许 因为在外面 他不好发作 最终 他冷哼一声 放过了我 先把他带回去 我不敢说话 由一个村民驾着旅车 把我送回村里 其他人 则继续留在县城找人 临走的时候 我看见了宋哲 他紧促着眉头 似乎用眼神在问我什么 我轻轻摇了摇头 也不知他有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回村后 我立即把自己关在屋里拼命复习 我只有用这种方式让我暂时忘却之前的一切 我不知道小诺有没有逃离成功 也不知道这件事对我有没有影响 更不知道骨折会不会妨碍我高考的发挥 但我知道既然事已如此 我只能咬紧牙关 最后奋力一搏 不辜负小诺 也不辜负我自己 半夜 村里的狗突然叫起来 我挣扎着趴到窗头 似乎很多人回来了 声音杂乱 心惊胆战 我不敢开灯 被人发现 我关注着此事 也不知道最终结果如何 但是没多久 声音渐渐淡去 人们都回屋了 我也忐忑地继续睡下 第二天一早 几个人来到我家 问我的伤势怎么样 经过一夜之后 吃了止痛片 我的疼痛已经好了很多 农村人 又是十几岁的年纪 其实骨折不算什么大问题 只是行动有些麻烦而已 我正揣摩着语句 想要拐弯抹角地问小诺的情况 这时 我突然眼瞳一缩 因为我看到 从门外进来两个人 而站在宋哲身后的是小诺 我惊得几乎说不出话 因为人多 也不好直接问小诺发生了什么 我只好不停地用眼神提醒他 让他找借口支开他们 可是小诺的目光却有些躲闪 他只是跟着众人嘘含问暖了我几句 然后便匆匆随着人群离开了 他走后 我满脑子都是疑问 心情也莫名地冰冷 到底怎么回事 小诺这么快回来 是被抓住了 但村里一向对规矩看得很重 怎么可能这样轻易过关 哪怕没有皮肉之苦 至少这一个月 我肯定是别想再见到他 可是 看其他人的神情 却丝毫没有对小诺的一样 小诺身上也没有一点伤 他甚至能自由走动 这到底怎么回事 昨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忽然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又不敢细想 我安慰自己 一定是人多嘴杂 小诺怕牵连我才不与我多说 因为我受伤之后 村民知道我行动不便 早就放弃了对我的看管 所以我家现在几乎成了针控地带 他一定会找个机会偷偷来见我的 可是 我一直等到太阳落山 小诺都没有再出现 我终于抑制不住地开始有些心慌 没办法 我央求奶奶帮我打听一下 毕竟小诺是我最好的朋友 昨天她在医院走丢的事 我关心一下也不为过 晚上 奶奶回来了 她告诉我一个消息 让我瞬间坠入谷底 小诺是自己回来的 按奶奶从其他人口中问来的情况 昨天村民们找了小诺老半天 都一直未果 就在村长要发怒的时候 小诺却自己出现了 小诺说自己突然想起来 还有东西落在学校 所以顺道赶去拿了一下 本想我在医院没那么快 便忘了告知大家 小诺回去后看到那么大阵仗 知道自己惹出了大麻烦 楚楚可怜地不停道歉 不过既然她是自己回来的 就说明并不是有心要逃跑 只要不是逃跑 就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 村长黑着脸说了她几句 便也就算了 只是叮嘱不要再乱跑 我听完之后 手脚冰凉 我不知道小诺这样做 到底什么意思 他没有事先通知我 事后也没有来跟我解释 夜晚 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 所有的阴暗想法 全都不可抑制地涌入我的大脑 所有的一切都是小诺对我下的套吗 难道为了这次机会 她真的可以抛弃十几年的姐妹情谊 她明明可以跟我说 可以正大光明地同我争取 一瞬间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现在的处境非常不妙 我骨折了 行动不变 小诺去而复返 却更加说明自己值得信赖 我几乎睁眼到天明 不敢相信发生的一切 不行 我一定要亲口向她问清楚 第二天 我让奶奶给我准备了一副拐杖 虽然医生叮嘱我这几日尽量不要走动 但农村人没有这么矫情 我又等了小诺一整天 她一直都没在露面 我的心彻底沉了下去 没有心思再做其他的事 当晚我便拄着拐杖去了她家 我一瘸一拐地到了她家门外 却发现她家的灯竟是黑的 七八点钟 村里早已吃过晚饭 夏天村民一般有耐凉的习惯会出门这不奇怪 可我清楚小诺 她每次吃完饭就把自己埋在书桌前 现在是最后的冲刺关头 她又会去哪儿? 我所有的疑问都在冲击大脑 不停冲刷我对小诺的认知 那个人真是我认识这么多年最好的朋友吗? 我真的了解她吗? 有人经过看到了我 与我打招呼 问我怎么在这? 我用最后的理智敷衍几句 说在家待了一整天出来透透气 我顺便问她们见没见到小诺 她们说没看到 说完又用调侃的语气告诉我 她现在可忙着呢 一个女孩子又要成家又要立业 没空跟你玩咯 我心里非常纳闷 成家 立业 什么意思? 路人走远了 我没法追上去问 但不好的预感在我心里却越来越重 成家 不会是 正在我呆滞的时候 远处传来了咯咯咯的笑声 这个笑声 我太熟悉了 一抬头 我看到不远处 小诺正不紧不慢地往家里走 我死死地盯着她 感觉大脑充血 因为她的手 正紧紧地攀在另一人的胳膊上 那个人 正是宋哲 他们也看到了我 表情惊讶地停住脚步 月光照在我们三人身上 一瞬间 仿佛一张定格画面 我之前想过千百句见到她要问的话 也想过最坏的结果 我面对时的场景 但当一切真的呈现在我眼前 我只是淡淡地问了句 方小诺 到底怎么回事? 小诺脸上有种被人撞破的尴尬 她很快松开攀着宋哲的手 跑过来扶住我 阿语 你怎么来了? 我脸色冰冷 我只是来看看你 想问个究竟 不过好像 没这必要了 小诺最大的本事就是变脸 委屈的神情立即挂到脸上 眼圈通红 渲染玉气 阿语 你听我解释 后面发生的情况 我没办法 我看着她的眼泪 第一次觉得自己可笑 不必了 不管怎样 你回来了 也已经决定了 结果都无法改变 不是吗? 阿语 我真的 小诺还在说的时候 宋哲大步走来扶住了她 清语 对不起 我认真想过你的提议 后来我发现 我跟小诺是两情相悦 所以 两情相悦 我吃笑了一声 也对 我毕竟只是一个自私的提议 将来所有的风险 最终还是要送折去背 而小诺 看来她已经做好准备 彻底遵守那个规矩了吧 我没有再说话 推开她们独自离去 小诺追上来扶我 我正开了她的手 恭喜你们 哦 对了 最后时刻 继续努力吧 说完 我再次独自踏上归途 小诺被宋哲拉住 扑在她怀里乌液 我听到宋哲远远地说 让她一人去吧 让她静一静 这条路 终要她自己走的 回到家中 我躲进房间 才终于卸下所有伪装 痛痛快快哭了一场 这么多年的努力 纵使我知道自己 可能是失去机会的那个 但过程太可笑 可笑到我不仅失去了机会 连带我本就拥有不多的东西 也一并失去了 姐妹情义 同理之心 没想到最后留给我的 只有背叛的身影 两天后 就是之前村长口中说的 黄道吉日 村长一行又来问了我 这次的年轻人里 没有宋哲 村长春风满面地 给我打预防针 可惜呀 我儿子你可选不了了 其他人哄笑 说老宋你别得了好处 还卖乖 我的脸色很平静 我告诉他们 我放弃了 我不选 也不参加高考 我的话说完 屋里尽可文真 所有人都惊议我突然地转变 村长又问了我一遍 你确定吗 我说我确定 因为腿受伤了 这几天也没法好好复习 参加高考 肯定会受影响 所以我放弃 不如先把伤养好 以后再看能帮村里做什么 几人面面相去了一阵 村长点头离开 女娃嘛 不读书也没什么 不参加高考 更碎了他们的意 只是表面上装着惋惜了几句 此事就彻底翻篇了 今晚的村子格外热闹 村长的儿子大婚 夫妻俩又是村子里年轻一辈的翘楚 村长摆了流水席 连我奶奶都被请去 我依然托辞行动不便 没有参加 我一人留在家里 听见远处若有肆无的鞭炮声 整理了我的东西 这两天 我想得很清楚 我放弃 只是放弃这一次的高考 而不是我的人生 等我的腿好了 大不了再折服一两年 我一定会想办法离开这座大山 哪怕去打工 哪怕边工边读 上夜校 上大砖 我一定要闯出一条自己的路 我唯一的念头就是离开这里 因为大山实在太可怕了 他不仅隔绝了我们的前途 也隔绝了人心 高考前一天 村子里很多人去给小诺送行 毕竟他已经是村长的儿媳妇 考中了 也算村子有光 我的腿痒了半个多月 也好了不少 拄着拐杖 已经可以自由地活动 我远远躲在村口之外 看着他离开 自从上次之后 我就再没见过小诺 他的头发高高盘起 真的有了嫁做人妇的模样 人却似乎比以前瘦了 我偷偷望着他 捏紧拳头 指甲不知不觉掐进肉里 我并不是嫉妒 也不是怨恨 而是心中的遗憾 这辈子 我无法像他这样 光明正大的奋力一搏了 我与他之间 也许不会再见面 如果他四年外出读书 等他回来时 我应该已经不在大山里了吧 这么多年的友情 说不清的恩怨 在这一眼之后 相望于江湖 小诺临走的时候 似乎感应到我的目光 回头朝我的方向望了一眼 然后坐上了旅车 时间一晃两个月快过去 小诺已经完成高考 等待录取通知书 而我的腿伤也早已痊愈 帮着奶奶干些杂货 并逐渐做着自己的准备 我们再也没见过面 这天下午 我还在山澳里砍柴 忽然眼前出现两个身影 是宋哲跟小诺 他们两人自从那天之后 便住到一起 早就俨然与一般夫妻无二 我见到他们 有一刹那的恍神 小诺身上背着一个大大的书包 就仿佛与曾经一样 我看了他一眼 很快低下头继续劳作 不是我不愿原谅他 而是我与他之间 已经不知道说什么 阿语他叫了我一声 我敷衍地笑了下 录取通知书到了 我的心咯噔一下 已经麻木的伤口仿佛被刺痛 恭喜 过了一会 我发现他依旧站在我眼前 心中生厌 我正要斥责他难道是来炫耀的吗? 一抬头 我却发现他已经泪流满面 瞬间 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好像被什么捏住 神情也有些不自然起来 怎么了? 最后来跟我道别 他把录取通知书塞到我手里 我惊讶地看着他红着眼睛 却依然倔强地笑 是你的录取通知书? 轰隆一声 我的脑袋瞬间一片空白 木讷地低头 我看到录取通知书上赫然写着 周清宇的名字 怎么会? 怎么是我的录取通知书? 我张口结舌 眼前的状况让我根本说不出话 这 这到底 是怎么回事? 小诺抱住我 不停流泪 他也说不出话 还是送哲走过来 拍了拍他的肩 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我 原来那天 小诺是真的逃跑了 可是他太天真 跑回了学校里 村民当然不会放过学校的方向 幸好去学校找的几人中 有宋哲 宋哲最先赶到学校 趁着其他人还没发现小诺之前找到了他 但那时候 再想跑到其他地方 已经来不及 不及 况且 当时谁都以为小诺真的要跑 盛怒之下 不知道会做出什么 于是 宋哲告诉小诺一个办法 让他自己出去 只有这样才能洗脱嫌疑 就像我听到的那样 小诺编了个理由 本打算先瞒过村长 但村长没那么好忽悠 至少小诺该吃的苦 少不了 情急之下 宋哲替小诺担下了一切 宋哲说 他跟小诺早就私定终身 小诺完全可以按照规矩行事 所以他根本没理由跑 小诺终于被保下来 可我们之前的选择 也就此作废 因为我的受伤 逃跑计划彻底流产 小诺也不可能出而反而 那样只会使我们两个都失去机会 所以 小诺最终决定 将错就错 只是 他唯一改变的是 他在高考时用了我的准考证 写了我的名字 他替我完成了前面所有的准备 也算是给自己最后一个交代 现在 他要把机会还给我了 我听完颂哲讲的一切 已经泣不成声 我恨自己用那么阴暗狭隘的思想诬陷他 恨我让他身处险境 却不能帮他一点 小诺安慰我 他不怪我 任谁面对后来的突发情况 都不可能那么坦然 他说他当时不能告诉我真相 因为他知道告诉我了 我一定不会答应他这样做 并且 只有我们那种决裂的样子 才能最大限度的让村民放松警惕 他也很忐忑 怕自己没考上怎么办 所以他只能将错就错 直到录取通知书出来的时候 通知书是他跟宋哲抢先从邮递员手里拿到的 然后趁着村民还没发现 让我走 我哭着问他 你为什么这么傻 他让我不必这么想 因为他早已认真考虑过了 他的父母还在 所以哪怕出去 最后未必不会出现跟宋哲一样的局面 而我只有一个奶奶 他的年纪大了 村里人不会为难他 况且 他拉住宋哲的手 他也真的感谢我成全他们 小诺把身上的书包交给我 走 现在就走 别等人发现就晚了 宋哲找了人 在半路上接应你 你只要翻过这座山 后面就好走了 我问他 我走了 他们怎么办 现在可是你逃走哦 跟我们没关系 他红彤彤的脸上挤出一丝俏皮的笑 村民们至少一时不会发现怎么回事 我就说我没考上就行 就算他们发现了 反正我跟宋哲留在这里 他们还能拿我们怎么办 我已经说不出话 接过书包紧紧地抱住小诺 我不知道 这一次之后 需要多久才能再见到他 记住 你身上背着我们三个人的希望 你一定要好好地活出样子 我的眼泪与他的眼泪汇到一起 我重重地点头 去吧 我的姐妹 她最后把一样东西塞到我手心 是一根草 那天晚上我抽到的长草 我不敢再回头 大踏步地走向山路 心中默念 等我 我的姐妹 十年后 我在回大山时 小诺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大娃是个男孩 长得很像宋哲 二娃是妹妹 几乎跟小诺小时候一模一样 我见到她 纵使十年的岁月在我们脸上刻下了数不尽的风霜 我们依然一眼就认出彼此 无需多言 小诺还是跟以前一样多愁善感 两个眼圈通红 一点不像当妈的样子 我刚想嘲笑她 却发现自己早已泪流满面 妹妹问小诺 妈妈 你怎么哭了 我抢先抱起她 因为你妈妈以前借了阿姨一件东西 现在我来还她了 她高兴 妹妹问我 我妈妈借了你什么 我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一张速封的相片 这是当年小诺塞在书包里我与她的合照 相片的背面 我添了一样东西 一根长草标本 小诺塞在我手里的那根 宋哲回来了 见到我几乎不敢相认 倒是我调笑着跟她打招呼 宋村长 听说你这两年干得不错嘛 一风一俗 还上了新闻 宋哲挠着头有些不好意思 清语 你别调侃我了 她注意到我身上的厮灰 突然瞪大了眼睛 你是 跟开发集团的人一起来的 我转头 手指环绕我们的群山 当年 你们拖起了我走出大山的机会 望向远方 一条宽阔的穿山大道 仿佛已经在我眼前浮现 谢谢你们 你们是山村和我最大的英雄 现在轮到我为你们出力了 我们一起破山 这就是这个高文化啊 冉花